如图用四螺絲將不可完全的木條為神嚴木桩 其相邻兩螺絲的距離為二、三、四、六 在不破壞指控的條件下求出兩螺絲的最遠距離 我們可以知道如果在不破壞這個三角形的情況下 把兩條木條拉成一條時可以說是最遠距離 所以可以把二、三、四、二、一條拉成一條變成五 可是這還不是最佳結 我們可以找到最佳解釋 將三、四 相對這兩個螺絲變成一條直線 所以這兩塊木條合起來是七 而二、六、七不違反兩邊合大於第三邊 所以這是兩個螺絲的最遠距離 所以這是一個螺絲的最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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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